天马电影公司举行春明 一众电影八星报喜演员 包括曾子丹 吴君如 谷天乐 陈慧玲 黄柏明 杜文泽等盛庄出席 众心向在场记者大派红包 其中以谷天乐最为慷慨 给出了每人300港元的大红包 连产前最后一次出席活动的陈慧玲 也戏言后悔没有带上儿子虾脚仔来讨红包 今年跟去年差不多吧 但是今年 今年还没有过 所以还没有真正去数 他有多少个红包 但是我感觉到应该是跟去年差不多 但是我最笨的就是今天没有带他来 因为今天实在是太多人了 对啊 三十为走九嘛 所以就是很多很多人会 怀孕差不多六个月的陈慧玲 直言怀孕后食量大增 连身上穿的粉红色裙子 也要整整搭了两号才穿得上 不过一家人 包括丈夫和虾脚仔 都很期待新成员小笼包的出身 为之天王刘德华已确认在来年会生下女儿后 陈慧玲还迫不及待要为自己的两个儿子 讨好这位天王千金 对啊 恭喜他 很开心啊 小笼女啊 所以我肯定就是叫小笼包我的儿子去追他 所以希望小笼女会喜欢上小笼包 对啊 希望他会喜欢小笼包了 不然没有小笼包 虾脚仔也不错 其实八星报喜的主要演员中 除了谷天乐和熊戴玲外 其他的都已经结婚 其中吴君如 曾子丹和陈慧玲等 更已经当上了爸爸妈妈 眼看身边都是已经成家的人 不知道和天王郭富城交往 已经一段时间的熊戴玲 心中是作何感受呢 从回答看起来就有点酸酸的了 结婚真的一个人是着急不来的 要两个人从长记忆 然后还要慢慢的去商量 就是真的是一辈子的最重大的事情 所以慢慢来咯 小笼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